关乎澳门未来十年的澳门路路整体交通运输政策研究 经过广泛咨询后 政府提出明年要完善公交服务 其中全澳巴士覆盖率从现在的八成增加到九成 繁忙时段后车时间也不超过15分钟 并减少距离比较近的巴士站点 但目前仍有三分之一的巴士线路出现重叠问题 交通局表示需要时间做出调整 365个份我们都希望在年初那里争取能够调整小部分的线 因为我知道整体的一个线路网的调整是牵一发动全身的 实行过初期来讲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这个声音说要很清晰地做出一些科学分析 至于市民最关心的汽车税费 拨车收费未来会涨多少 网云暂时没有透露 只说未来车辆增长率会控制在4% 并争取在明年增加2500个私家车以及电单车位 212医师蔡佩新王冠中澳门报道 212医师蔡佩新王冠中澳门报道